我們學校的面試其實分開兩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跟小朋友去面試 最主要是小組形式 小朋友來到學校的時候 由一個家長陪同他們進入我們的課室 由老師帶領下參與的一些活動和遊戲 老師會在過程中做一個觀察 也會跟家長簡單了解小朋友的背景 簡單地聊天 第二部份就是我們邀請家長 來跟我做一個會面 主要我想很清楚地解釋給家長知道 我們學校的理念、重點 以及解答家長的問題 因為當我們發現很多家長去選學校的時候 他們心底裡都有很多問題 而這個會面正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家長很清楚地了解究竟我們的課程特質 又或者他們上課的情況 在我們選學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看看家長 會不會跟我們學校有同一個理念 或者相近的理念 因為我們認為家長放他們的小朋友 在幼稚園讀書的時候 如果能夠跟學校有同一個理念的時候 最大的得益者都會是小朋友 所以我們其實在面試的過程 其實都會很著重這一點 我們也會跟家長說 如果他們想選擇一些很趨谷的學校 就是為了入小學做準備的 我們就不太適合了 因為我們覺得其實家長 如果跟學校的理念是相近 對於小朋友會是最大的得益 我們也會解釋給家長知道 在處理學術之前 其實先要處理小朋友的情緒 和做好一個文德 所以當同家長可以說清楚這些時候 我們相信小朋友進來 是會有一個很快樂的幼稚園生活